这 这叫练什么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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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个 怎么没见过这个 为何又让他们在外面 听着动道 他们又不知道我在干嘛 让他们听听声音 扰乱他们的注意力 这样 露出破绽的可能性就更大 高明 宋叔叔 马哥哥 来 你们瞅瞅 这什么 是胃吗 胃里面是什么药材 胃里有药材吗 你看看 大黄 如果剂量足够的话 便是毒药 所以 这是心不是肺 别看了 是 这也是大黄 这也是大黄吗 不 两人都服用了大黄 为什么还要咬蛇自禁呢 马哥哥 你的答案就在你的问题里面了 因为凶事 想造成他们是咬蛇自禁的奖将 我明白了 马哥哥 你可真是刀头舔血的英雄 什么意思 你看看他们一个一个 都吐得肠子都快清了 你跟没事人一样 你这简直就是淡定哥呀 咱家呀 就是胆子大一点嘛 胆子大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来解剖好他们的喉咙 我 我 白姐姐 云儿 师父 你怎么在这儿 你是来找白素梅的 师父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告诉过你 叫你不要掺和江湖的事情吗 师父 我 你先告诉我 是谁让你来殷家的 我杨秋迟哥哥呀 杨秋迟 师父 那你先告诉云儿 白姐姐她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出门右转 稻草堆后 还有 记得我告诉你的事情 师父 师父 你真给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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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好 你看 你看 他们的下颌骨和喉骨 两处软组织有明显的外力挫伤 拿着 还有鼻骨 别用手 大人 什么意思啊 这两处软组织挫伤 可以推断出 当凶手给他们服用大黄之后 他们必死无疑的情况下 凶手为了造成 他们是咬舌自尽的假象 一只手捏住他们的鼻子 另外一只手 使劲扭住他们的喉咙 使他们出不窒息的情况下 不得已吐出他们自己的舌头 然后猛然使力 击打他们的下颗骨 使他们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那为什么不能是 他二人服用了大黄以后 两个人用自己的手掐住脖子 咬舌自尽哪 你傻吧 人的手臂的物理力量是达不到的 然后从生理反应来说 当人已经初步窒息 人的手臂会自然而然地松开 他俩会武功呢 也不可能 马哥哥 你看 他的鼻骨已经被打得粉碎了 马哥哥 他呢 马哥哥 我 你在看